大家好我是萊恩 那現在呢我們人在板橋 旁邊這條道路呢因為非常非常吵 那我不知道大家聽我的聲音啊清不清楚 今天呢我們來到了是板橋希爾頓的酒店 那由於啊 凱撒集團呢在這邊擦齊了三間酒店 其中一間呢是去逃曼旅 然後第二個呢是凱撒飯店 那第三個呢就是希爾頓 那以平價到高價來講的話也是 從去逃曼旅然後凱撒然後到希爾頓 那今天呢我們就來體驗一下這個板橋希爾頓 據說呢它有一個王美泳池 然後還有一個4,900的好秀方案 包含早餐跟晚餐的buffet 我們看一下如何吧 Let's go 好的那現在啊我們進來房間了 今天呢我們入住的是2308號房 那距離啊電梯是比較遠一點點 那你可以看一下啊 它的整樓的平面圖啊 只有19啊跟11啊這兩間啊 它是比較大間的房間 那19呢是套房啊 那我們住的08呢就是一般的高樓層房型 好的那我們進來之後呢 右手邊就是我們正前方這邊 那可以看得到啊有一間衣帽間 那如果啊你想要掛一些外套啊衣服啊 就是掛在這裡 那比較特別的就是你看這邊 這一件啊它浴袍 那因為有兩件啊 一件拿到裡面去了 它的這個材質啊是比較不一樣的 那裡面的質地啊是比較輕膚 然後質感比較細 比較不會刺皮膚 那外面啊這有點像是做那種 防潑水的那種感覺 那這邊呢有做一個系統櫃 那第一層呢是放保險箱 那底下呢 二三層都沒有放東西 最下面那一層呢是擺了擦鞋的工具 然後跟這個拖鞋 接下來呢就往裡面走吧 你在找我嗎 OK我們進來看一下 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看得到啊 左右兩邊呢都有洗手台 所以啊 早上的時候呢 可能我跟戴娜 或是我跟老婆啊 是不會搶到這個 使用水啊跟刷鞋的空間 那進來之後呢 它完全啊做這種乾濕分離 一邊呢是淋浴空間 另外一邊呢 這邊就是馬桶啊 預測的部分 裡面用的啊是免制馬桶 那是有恆溫的功能 所以當你在冬天的時候啊 坐上去啊 你會覺得 好舒服的感覺 那這個浴缸呢 它用的品牌啊 我是 不熟悉啊 好像叫Roka 那它這個空間來講啊 我覺得算是滿足夠的 一個大人啊 來泡澡的話 它這個做起來的感覺啊 滿適合 就是這邊再掛一台電視啊 或平板啊 可以邊看的感覺耶 然後啊 它旁邊啊 一樣有扶手 當如果啊 可能老人家的時候啊 可以直接這樣拉起來 這一點啊 我覺得設計還算是不錯 然後底下呢 就是擺放啊 這個備品的空間 一般來講啊 都會擺在檯面上的左側或右側 但是啊 它特地做了下方 把它隱藏起來了 所以不會覺得啊 這個檯面啊 是比較凌亂的 那這一點的巧思啊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 那另外一側呢 它是擺了 垃圾桶 然後跟這個體重機的部分 但是啊 都已經來住飯店了 你就把這個體重機給忘記吧 那這裡啊 就是MiniBud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什麼東西吧 那這裡呢 有糖菱茶 有各種顏色的兩包 所以總共有四包 那這裡呢 有放了膠囊咖啡 總共有三顆 那旁邊也有奶球啊 糖啊等等之類的 那左邊這裡啊 是雀巢的膠囊咖啡機 那右邊呢 是奇美的這個快煮壺 那往下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冰箱 裡面有什麼東西吧 打開來之後呢 就是空空如也 裡面啊 是什麼東西都沒有放 只有我們剛才啊 早餐吃完 拿上來的優格而已 然後啊 它的電視啊 是sharp的 感覺像是42到45吋之間的大小 那它是網路電視 所以你可以看啊 這種 YouTube啊 或者是一些串流的 呃電影 還有這個愛奇藝啊 等等之類的 那如果呢 你有客房的一些服務啊 要點餐等等之類的菜單 也都會在這邊可以看得到 那後面這邊呢 就是藍光電影的區域啊 所以當你電視啊 如果你沒有想看的 或者是晚上啊 想要看一點電影的話 可以轉到這一台來 我是覺得它的選擇還蠻多的 那裡面呢 的語言啊 可以選擇啊 繁體中文啊 簡體中文啊 或者是英文等等的 這一點呢我覺得算是還蠻不錯的 這樣沙發床啊 它後面啊 有一個靠墊 那旁邊呢 它是跟牆面啊 有稍微啊 有一點空隙的 所以呢 你可以在這邊啊 躺著啊 看著外面的這個窗景 我覺得啊 算是看書啊 或者是拿筆電來用啊 是還蠻放鬆的 但是啊 我希望啊 它這個沙發呢 的長度啊 是可以做長一點的 至少啊 大人啊 是可以 呃 腳放平的 我覺得啊 就會比較OK一些些 然後這裡啊 有一些小巧思啊 你們可以看一下 上方這邊呢 有擺一個皮革製的 那是可以插像遙控器啊 或者是你有一些簡單的 書籍的東西啊 可以擺放在這裡 那這一點呢 我覺得設計還不錯 那下方這邊呢 有一些中控燈 像總開關 然後跟場景選擇 還有夜燈 那這邊呢 都是可以從窗邊啊 就一鍵控制的 場景選擇的感覺 有點像MOTEL 對 這場景選擇有點像MOTEL的感覺 但實際上啊 可能就是設計幾種啊 可能比如說 夜晚 白天 或者是那種一半的那種感覺 那這裡啊 有電動的這個窗簾呢 可以按的地方 像我們按上面呢 它就會伸上去 那我們按下來 你可以看 哦 我都不知道耶 那這張床墊呢 我們來看看 它是King Size的床 那它的軟硬度呢 你可以感受一下 我們把它按下去 它會稍微的回彈 但是啊 它是主要支撐性啊 比較好的床墊 所以舒適度來講啊 我個人認為啊 是我還蠻喜歡的喔 爸比 這可以吃嗎 哦 這個呢 要特別介紹一下 它裡面有些什麼東西呢 你可以打開給大家看一下 它呢 有一些手寫的卡片 那因為啊 我是希爾頓的金卡會員 那他有手寫一張卡片 然後歡迎我回來 一般來講啊 如果我們在萬豪體系 絕大部分啊 都是拿到這種 印製的 但是啊 他們是用手寫的 這一個 蠻有心的 OK 那看裡面啊 這一個啊 是給金卡的迎賓禮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啊 裡面 有樹頂 的兩瓶 的蘋果汁 那這一個呢 很像是公仔的是什麼東西 是果乾 對 它是果乾喔 那我們可以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它後面呢 所有果乾的品種呢 有五種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 像鳳梨啊 火龍果啊 芒果啊 巴勒啊 蘋果啊 應有盡有 總共呢 就是這樣的五包 那雖然啊 都小小包的 不過啊 真的很有心啊 因為這些東西啊 都可以帶走啊 可能在車上吃啊 或者是 呃 在房間啊 隨去的時候吃 那這次啊 我們預定啊 是西滿希爾頓的 好稀有專案 它是含了 月市集的 早餐buffet 然後跟晚餐buffet 那在退房的時候呢 它會再給予價值 一萬兩千元的折價券 那其中有八千呢 是住宿的折底金 那四千呢 是餐飲的折底金 用於啊 下一次預定 就是一般會員房價啊 或者是靈活房價的時候 可以折一半 所以如果下一次呢 我預定啊 靈活房價或會員房價 是四千元的話 我可以拿 兩千元的券去做折底 所以呢 下次住住只要兩千塊錢 很多人啊 都是為了拿這個券啊 來住這個方案 但是實際上呢 到底它的餐點呢 還有整體的感覺好不好啊 我覺得還是要自己來體驗啊 那以房間來講啊 跟它的服務來講 我覺得算是中上水準還不錯 那餐點來講的話 就稍嫌比較不足一些些 好老婆問你喔 你昨天吃完越士級的buffet 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以我 對希爾頓的期待 就是中上水準級的這個 自助buffet來說的話 一進去剛開始會覺得說 它種類看起來很多 但是 你實際去開始吃之後 你會發現就是在 不論是這個菜色的品質上面 或者是說口感 還有口味上面 我覺得可以再加強一下 這樣會更好 那希滿謝爾頓啊 他們的行政九郎啊 蠻多人啊 說他們的happy hour 蠻好吃的 所以我也昨天晚上啊 去稍微看了一下 這個行政九郎的happy hour 然後跟三樓呢 越士級去做比較 我個人認為啦 是真的差蠻多在口味上 當然品項的話 一定是越士級這種正統的buffet 會比較多一些些 但是啊 口味來講啊 絕對是行政九郎大贏 然後啊 我就有稍微啊 問了一下這個厨師啊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異 那他跟我回答的狀況是 行政九郎啊 他們供應的廚師呢 跟團隊啊 是宴會廳的 但是啊 樓下 越士級啊 是他們三樓餐廳的師傅啊 準備的 所以兩邊的差異啊 是差在就是 餐飲團隊 然後跟師傅吧 那這一點啊 我認為啦 就是可以在做 內部的一些改善啊 跟精進之後呢 我相信 越士級啊 也會 達到一個不錯的水準 好的 那這一次啊 我們體驗西門西德頓的感覺啊 整體啊 還算是 中間水準 因為你要中和 就是房間啊 然後跟餐飲啊 餐飲啊 他拉的分數啊 比較多一些些 所以變成啊 從中上的水準 掉到中間水準 那以價位來講啊 我覺得可以體驗看看 那這個好稀有方案啊 我覺得也不一定要預定啊 但是 絕大部分啊 訂好稀有專案 都是為了那個折價券嘛 所以啊 然後折價券之後呢 你可以後續訂房啊 比較划算 比較便宜 如果啊你是高卡會員 比如說金卡 或者是賺卡的話 欸他們也有那種迎賓禮 我覺得是蠻大方的 所以啊 大家都可以來體驗 租租看 那今天影片的分享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點擊訂閱 以及關注 喜歡看到後續更多影片 記得下方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萊恩 我是戴娜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其實他們32樓啊 有一個很漂亮的游泳池 但是這一次啊 我們沒有去到對不對 因為我也沒太容易 對 但下一次呢 你可以在上面就是 可能晚一點水啊 然後可以拍張照片 對不對 我們下次還會來嗎 對 有機會還會來啊